和中国拉力赛 然而国内的锦标赛还是首次举办 旗帜在推动中国的拉力赛车运动迅速发展 此次有许多选手曾参加过前两年的国内一些赛事 但是依然有三分之一的选手是首次参加拉力赛 比赛除三辆赛车是符合国际气联改装要求的N组赛车外 选手们选用的都是国产汽车 根据中国气联有关要求进行改装前来比赛 但从此次比赛可以看出 不少车队在装备和运作上已经较成规模 颇为标准 反映了赛车运动在我国的推广是日益深入 见趋成熟的 同时为了与国际接轨 中国气联此次比赛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完全按照国际赛事的有关要求进行 并在野外设立新门中心 向采访的记者提供最新的赛事资讯 最后在500公里的行程当中 选手们经过14个共计约170公里的特殊赛段的比赛 中国车坛名将卢宁军丁建平夺冠 而当地车手王伯同 王建凯兄弟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 总成绩获得第二名 来自重庆的文帆杨红获得了国产车组继S组的冠军 可喜的是首次参加拉力赛 刚满18岁的辽宁小将王超获得了S组的第五名 全国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参加全国拉力锦标赛的女车手 是来自四川的林佳雪 她驾驶着她的全新广州标志505汽车完成了比赛 此次共有24辆赛车完成了比赛 12电30拉力翼车队获得车队组的冠军 通过此次赛事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汽车工业应当与赛车运动相结合 这样才能相互推动共同迅速的发展 我们现在中国汽连有一个服务方针 就是说发展汽车运动为民族汽车工业服务 同时我们也希望民族汽车工业能够尽快的认识到 他们能够从汽车的赛事当中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 包括经验技术和他们的发展 现在一些厂商已经意识到了 比如像一气他们派无偿的派出服务队来到大会来服务 所以我们希望只要是形成规模的这些大的厂商 都应该积极地加入到汽车运动赛事当中来 在日前结束的国际七人橄榄球比赛当中 中国队的成绩不是很理想 虽然输了球 但是这次比赛对于这群难得参与高水平对抗的中国年轻人来说 确实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这项历史悠久而且受到世界各地人们所喜爱的运动 终于也昂首迫步地走入国人的心中 酒吧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七人国际橄榄球赛 是中国队首次参加的橄榄球国际赛事 也是中国橄榄球运动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比赛的所在地政府大球场内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中国队首场赛事 对手是后来获得本次大赛亚军的萨摩亚队 由于实力相差悬殊 而且中国队明显不适应大赛的气氛 最后以0比69赋予对手 创造了本次大赛的最悬殊比分 由于及时做了赛后总结 中国队在迎战第二个对手汤家队时 一开场便暗失冷箭 由一号沐华达阵得分 全场观众也为中国队的表现起力鼓掌 之后虽然中国队有数次达阵得分的良机 但是最终因实力悬殊 以及缺乏临场比赛的经验 而未能再接再厉 输掉了第二场小组赛 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 对手是摩洛哥队 尽管这场比赛中国队仍然由沐华率先达阵成功 但却跟上一场比赛一样 无法再扩大比分 从而输掉了第三场比赛 小组赛后 中国橄榄球队总教练 郑洪军对球员的表现基本上表示满意 由于中国队三战皆赋 因此只能去争夺17到24名的银晚赛 由来自国内四支专业橄榄球队的队员组成的中国队 在银晚赛最后一场的比赛当中 发挥出了较高的水平和高昂的斗志 队长张志强虽然腿部有伤 但是他仍然为中国队达阵成功 夺得了宝贵的气氛 最后 由于对手摩洛哥队实力烧胜一筹 中国队再次赋予对手 完成了本次比赛的告别演出 中国队的主教练郑洪军说 中国队此次参赛的目的是锻炼队伍 开阔眼界 我们中国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赛 我们毕竟是一支业余队 参加的选手全部是大学生 那么呢我们这次来主要本着 向其他高水平队学习 积累经验 检验自己 为今后提高打基础 这么一个目的而来 那么通过这一四场比赛 我们的队呢 我感觉到队员是越打越好 那么开拓了眼界 学到了知识 为以后在中国更好的开燃 这项运动获得了经验 放肆 哪个敢再安花果身撒野 大师兄 你不要动怒 确实是师父不对 这隔一鱼多年来他们出色的表现已经得到了球迷的认可 而没有新秀涌现也是其中缺少新面孔的重要原因 与往年中国明星同事操歌不同 今年中国明星的数量只有12个 球迷们对于新秀的认识愈发困难 实际上本赛季能够称得上是新秀的只有上海东方队17岁的姚明 如果没有2米21的身高 以姚明的球季入选明星队显然有些勉强 整个联赛缺少可圈可点的新人是不争的事实 如何解决队伍的新老交替 怎样看待联赛成绩与培养新人的关系 成为中国篮球界的新课题 我们从冲上讲 他们的担心并非其人犹天 我以前当运动员我也说过 有时候的 孩子要幸运得多 他们因为在耐克投篮比赛中获胜而有机会与明星们见面 走向市场的CBA联赛正是在诸多方面的帮助下才得以不断发展 我觉得这次联赛原版成功结束 一个是中国篮球协会主办单位 他们投入人力物力 再有我们这些赞助商 这样我觉得大家团结在一起 把这个联赛搞得很好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谈新的合同 我相信因为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心 在前一个合同的合作愉快 所以双方都有这个意愿 要在新的意愿里 在新的最近 甚至永远要继续携手合作 为中国篮球做贡献 所以我想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在下一个赛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有着师徒情谊的张卫平和王菲 多年前不会想到他们会这样谋面 作为CBA联赛推广商代表 张卫平仅仅希望比赛能够更精彩一些 胜负并不重要 然而雷凯利中场时那季 极富NBA色彩的神奇入球 却帮助外国明星队意外获胜 面对欣喜若狂的外籍球员 和观众投下的矿权水平 王菲本可以泰然处置 然而比赛当天 他刚刚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 全明星赛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关于南岚主教练的人选问题 经多方征求意见 反复酝酿 现决定由八一南岚主教练 王菲同志担任 助理教练为张斌同志 为加强领导力量 南球中心决定指派 邝鲁宾同志担任领队工作 国家买 曾工举办过七次港京拉力赛